而在昨天晚间八点多左右 三重市也传出了火警 一栋四层楼的机械工厂 莫名的起火了 将三楼和四楼的仓库 全都烧得焦黑 损失金额估计有上百万元 而当时工厂老板 因为想要探查火事 就冲入了火场时 严重灼伤 现在还在紧急送一几周中 雄雄火事从三楼窜烧 浓密的黑烟笼罩着建筑物上方 大约晚间八点多左右 三重市中心北间传出火警 一栋四层楼的机械零件工厂 三楼仓库突然起火 由于室内堆满塑胶和纸箱 火事越烧越旺 当时在一楼的工厂老板和儿子 马上冲上楼想救火 结果爸爸不慎烧伤送一急救 我们发现火苗的时候是从 我从左侧他从右侧 我们都到三楼去 那因为他火事很大 所以说我们老板是正面控火 然后他就赶快下来 然后我看到门很烫 我也没有再进去 然后现在老板的烫伤程度不知道 目前仍在三重医院抢救中 而消防局大队长则表示 接获民众报案后 共出动25辆各式消防车救火 目前火事都已经整个熄灭 在做一个残火的一个处理 那因为它里面有大量的纸箱 所以在清除的时候 可能需要一些时间 火事大约在三个钟头后 控制住也已经扑灭 不过烧得焦黑的三四楼 估计损失金额上百万元 至于起火原因 目前还在调查中 中间新闻05组 路易太北财网报导